哇 哇 我就可以去百夜市了 車跟改裝大概噴超多一台小拉爐 這塊就騎25而已啊 你放屁 我剛剛看他往這邊騎 我剛剛看他往這邊騎 我幫他攔截他跟他聊一下電 有有有在推在那邊 你剛剛那個電動車 你是台灣人嗎 講中文嗎 OK OK Skid Chinese OK OK 可以開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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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 太誇張了各位 他剛剛直接刷卡 對啊 有夠誇張的 油門三分之一而已 太誇張了 所以是台灣人 會 OK 好的 你這樣 接下來 哇 欸全部都 爆改是不是 賣車 釣魚 所以你是要等一下去釣魚是不是 我剛剛要去釣魚啊 去釣魚是不是 過來買個飲料 那 可以訪問你一下嗎 喔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那那那那你等我一下 你等我一下 嗨各位 剛剛300被刷卡 就是這個旁邊電動車的朋友 好不好 然後搞了半天他其實是台灣人啦 哈哈 欸剛剛真的不誇張欸 我剛剛騎在路上大概七八十吧 他直接這樣 就過去了 然後看他爆改 我實在是很想把它攔截下來 尤其最近電動車議題 這個話題真的是蠻熱門的 所以有這個機會 一定要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對然後 請我們叫一下怎麼稱呼 大家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哈哈哈 叫我小玉就好 小玉 小玉 OK 所以你這電動車是 我看你真的是爆改 你是最近買 然後就直接改起來這樣 對啊 這台車我大概是去年的時候買的 對 然後我就是在網路看到 就是現在 我們很多移工朋友都騎這台車 對 我就覺得說 這車怎麼可以做這麼帥 哈哈哈 然後他們速度又很快 所以我就想說買一台 就是當休閒用車 哇 對 所以像這樣這一台 大概花你多少錢 這一台喔 這一台改裝 就是從買 連買車跟改裝大概 噴超過一台小阿魯了 哈哈哈哈 哇賽 所以如果只講買車的話 對 買車的話 這一部車子 如果是一般的規格的車子 那就是說市面上比較 算中高規格 大概在三萬五左右 其實滿便宜的 對啊 就是跟速克達比的話 他就是原廠車的價格 算是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 對對對 只是說你後面超過小阿魯都是改裝幅度的錢 對 都是改裝的錢 爆大改 所以他原本 就可以騎這麼快 還是你改的才有辦法騎 他其實 我們現在就是以政府的法規來講 像這邊你可以拍一下這個車牌 這是電動自行車 那其實他這是有合格標章的 就是說 他有一個標準的規範 那其實電動自行車這個東西 他就是說 在車重 就是60公斤以下 然後時速不能超過25 所以他的原廠的設定 其實都是能夠 因應這個法規的 對 那其實 改裝的部分其實就 跟各位愛車的朋友一樣 就是 我們都會喜歡 就是追求一些 嗯 叫 中幅度的改裝 或者是說 你會想要把它改成你自己喜歡的樣子 對 那我們但是我們不推薦 就是在路上就是騎這麼快 喔 你少來了 你剛剛明明就刷我開 你這樣子是因為 自己喜歡 還是因為我看你旁邊 對 有車業啊或是一些改裝品 還是你你有在接觸一些賽事活動 喔 這台車子的話就是說 因為 我們是跟這個品牌 就是這個BME 你旁邊有看到這牌子 他其實是一個 就是台灣人創的一個電動車的品牌 喔 那就是 他主要是做網路通路 那就是說 其實現在大家 尤其是疫情的關係 其實我們比較沒有辦法就是 那麼容易的去車行 或者是要買到一些比較特別的改裝品 但是BME他這邊就是很多東西 他幾乎所有的產品都在台灣有限貨 我們就是直接在蝦皮跟他訂 他們都可以全程送車 就把車送過來 後續的改裝品就是 有喜歡什麼 有什麼需要都可以 都是直接網路買這樣子 哇 所以你就直接網路點一點 對 網路點一點 然後去找就是你 就是附近啊 其實有做 現在很多做國產車的車行 他們其實都 會 越來越能夠 接受這樣子的改裝 其實 因為這個東西 雖然他是電動的 但是他的構造 就跟一般的摩托車 就很類似 那很多改裝品 其實都跟我們現在 像MSX這種車子 都是同用的改裝品 直接同用 所以說其實 我們只要 產品去 他都可以 就是幫我們做一些修改 都直接 都可以上到車子上面 對對對 所以 可以幫觀眾介紹一下說 像你這台 改了什麼 雖然我看幾乎都改了 哈哈哈哈 好 有什麼不是長原廠的樣子 全部都不是了吧 就是 我們從轉向 轉向以上這邊 除了 把手是原廠的 那 開關是用原廠的 因為他有 就是大燈的控制 那還有就是一些 原廠的功能 然後左右方向燈 遠近燈這些 還有一個 快速油門 然後就是煞車這樣子 所以搖壁也不是了吧 對搖壁也有改過 那這台車就是 原本他的搖壁是鋼管的 然後我把它改鋁合金的搖壁 對 那再來就是後面的 那個煞車的部分 我們就是用做雙卡鉗 因為電動車他很特別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電動車 他是沒有傳動系統的 那電動車他就是直接 我們 阿昌你可以從後面這邊來看 電動車他這邊 這一顆就是他的馬達 那馬達這邊是完全沒有傳動 他就是靠四條線 去控制這顆馬達的電流 然後來做處理 所以說 後搖壁就是可以改得很簡潔 就是直接改一個 鋁合金的後搖壁 那掛電機 對 對 那 就是中間就是改一個中置避震器 那其實有很多就是 就是移工朋友他們改的功能性 還有就是他的 酷炫程度都比我們這個還要高 還要炫跑 對 這個是可以掛成雙避震的 那我那時候 就是小時候先把車子組裝起來 對 後面我也可能會參照他們改 而且這個也有出氣壓避震 那再來就是腳踏後椅 這是基本 就是基本改 那再來就是 這個排氣管造型的音箱 造型的嗎 因為電動車 那音箱喔 對 這是音箱 它是音箱 它是音箱 這邊我可以測試給你看 它是一顆藍牙喇叭 太屌了 太屌了藍牙喇叭 你直接騎車來音樂可以聽 所以它很大聲嗎 它聲音算是夠 聲音算是夠 對 就是你在靜止的時候 你要跟朋友車聚也OK 我這邊放歌可以聽 太炫炮了 很大聲 這樣就可以去擺夜市了 你可以去擺攤了 對 哪一天看到我賣錢書機 也不會很意外 好厲害喔 所以它 所以像這個藍牙喇叭 它主要就是 讓你可以聽歌 對可以聽歌 它可以模仿我們摩托車的聲音嗎 有它也可以模仿摩托車的聲浪 你可以開一下這個喇叭 太誇張 太誇張 太誇張了 可以改的東西其實很多 對啊其實很多 其實你看得到整個車子出的 包含車架也可以改 我大概介紹一下 就是電動車它的一個主要的元件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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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 電動車的話 其實它就是有三種電 第一個就是電機 再來就是電池 那還有再來就是電子控制器 那其實 構成電動車它的動力元件 就只有這三種 那我們先講一下它的 就是控制器的部分 這個是控制器 這顆是控制器 那這顆它是 現在可以對應到96V 可以的那個 96V馬達的一個 電子控制器 那其實它這個是 它是 在對岸它是用 是塞道用的控制器 那 緊繃改喔 對 它有包含水冷系統 就是它 原來就下面有一個水冷的導流板 那它是可以做水冷 所以我好奇問一下 它 像我們知道 像我們比如說一般這種油車 它因為發燙引擎的問題 所以需要散熱這個塊 可是電動車它也需要做到這樣子的散熱 其實大功率的東西都需要散熱 因為它還是會有熱的問題 是 就跟電腦一樣 我們用好的CPU 好的顯卡 它其實都會掛水冷系統 所以是一樣的 一樣的一個概念 OKOKOK 好 那再來接下來是這顆馬達的部分 這個就是 我們在電動車裡面是叫電機 那電機它就是這顆馬達 那這個馬達我們是用就是 一個很 算是電動車很知名的全速品牌的馬達 那它是用1萬瓦的賽道電機 對 就搭配就是熱熔胎 緊繃改一定要搭熱熔胎 就是其實也是安全 那再來就是 在這台這個踏板的下面 就是阿翔你可以拍到 這邊有一條有一些線組 那它這裡面其實是一整顆的鋰電池 這下面是一整顆鋰電池 那它這個就是用那個 就是我們 比較普遍用的就是電信式的鋰電池 對 它是鋰聚合物的電池 那裡面就是一顆一顆的 一顆一顆的鋰電池排列 然後去把它穿電起來 那像它這樣電量的問題 電量的問題 因為我這台車的設定是 為了要供這一顆就是1萬瓦的電機 就是6V1萬瓦的電機 所以說它的最大的 瞬間放電我也把它設定的比較高一點 那續航力的部分 其實很多人都會問續航力 這台車它原廠的時候 續航力大概 就是你這樣順順的騎 讓你騎個六七十公里都沒有問題 就是 其實以中短程的通勤來講 就是騎出去一定騎得回來 對 那如果真的騎不回來 就只能打電話 請朋友來推車了 來喔來喔來摘車 我現在沒有辦法 就是這個沒有辦法用愛發電 所以它充電一般在家裡充電就好 對在家裡充電就好 它這邊就是有附一個 就是這個品質頭的那個充電器 這其實就跟電腦的Power一樣 那只是它裡電池有一個專用的一個 溫壓器 對對對 那就是在家裡充好電 那OK 反正騎出來 來釣魚買飲料都很方便 都夠用 都夠用這樣子 那這台車就是剛看到的水冷的系統 就是你看到這個綠色的管子 這就是水冷水 對 那冷卻水 我就是把它嵌到這邊 我把這邊 就是散熱牌放在這裡 哇這真的很屌欸 三顆欸 這一看就不好惹 就三個電風扇 就是散熱速率比較高 所以你這樣騎出去 有沒有常常遇到一些這種 騎電動車的朋友 對其實騎電動車朋友 很多都是移工朋友啊 那其實大家 就是以車會有 我覺得玩車是不分國界的啊 沒錯沒錯沒錯 就是大家看到你的車子就是很酷 就像 就像我你剛剛這樣刷過去 我就覺得 不行這一定要攔截 對 那再來這台車 喔再來就是 這邊有上一個就是倒叉 那它原來的時候來的是正叉 那其實它就是 就是視覺啊 那就是大部分很多人都改 就是金色或紅色外殼 我是這邊想說低調 就改黑色的 你這樣還敢說低調 那前輪的部分的話就是 一樣嘛 就是對就是輻射卡鉗 然後就是搭配碟煞這樣子 哇 你這改的都比我的還要好 嘿嘿嘿嘿 其實衝得快 我們相對也要給它殺得住 對也要殺得住 大概也是這個概念 對啊 就是跟我們騎一般的油車其實是一樣的 一樣的道理 所以你剛剛其實是騎著這台想要去釣個魚這樣 對就是出來逛一下 然後剛好遇到 我不知道你有在拍攝 對因為其實我平常有在拍相關的影片 對 然後剛好我這次回來彰化 剛好遇到你 我想說哇這電動車超屌 你剛剛攔截你來訪問一下 就是像現在只要假日 那工業區附近的機車行其實都蠻多 就是移工朋友在改這種車 那有很多人 其實這 這個車子它就是 你就把它當成像是在改電腦一樣 對 它就是一個電子元件 那你就把所有你喜歡的東西 你只要確認好規格 對 你就把它設定上去 設定上去 對 那其實 因為電子的東西 軟硬體這個 這個你在買的時候都可以請賣家幫你做設定 就是你告訴它你的電機的規格是什麼 對 電池規格是什麼 它就直接幫你做好 就是控制器的設定 對 對 小鈺 最後我有一個問題突然想到 想要請教你一下 你這台這樣改成這樣 你到底有騎過多快啊 我最快就騎25而已啊 你放屁 說實在我沒有騎過電動車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機會試騎一下這樣 可以啊 可以齁 但是因為齁 最近大家應該電動車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會在反應說 在一般道路上騎乘的問題 那畢竟 我們拍一片讓我給大家看嘛 我其實很想瞭解這台電動車 到底有辦法騎得多快 然後改成這樣 可是又 不要說做不好的示範 所以 小鈺我們 我再跟你約個時間 OK嗎 可以啊 我們約個時間安排一下場地 然後去空曠的場地 或是有辦法我們就進賽道 然後看能不能調到一些車子 跟朋友借一些車子來做個比較 因為我覺得這電動車真的是 剛剛被刷卡很不爽 好不好 我們找一些車 看可以把它幹掉 OK 小鈺那今天 感謝你 OK OK 你去釣魚我就不要打擾你 好 我要先去釣魚了 我再跟你聯絡啦 OKOKOK 謝謝啦 下支聊 好 拜拜 OK 意外收穫到一個 蠻好聊的電動車車友 那我們後面就再找時間 可以的話就安排一下 看可不可以再跟小鈺約一下 去騎一下 試一下這個電動車 那 有機會我就拍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啦 好